师父我们明白,我们是非常的虔诚的,然后我们一家几个人都是在休息一两年,我们绝对不会退传的,而且我也发了大愿,我也发了大愿。 我只能跟你讲一点,你记录了,如果按照这样下去的话,你小孩子的小房子如果念的完全收到五千张的话,孩子会好了一半以上,就这么告诉你。 好的,我们明白了。 好吧。 就是在这七十八张以后,还要不停地许,不停地许,直到念到超过五千张。 对啊,你自己马上就看到你孩子突然之间变个人了,为什么呢?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个灵性应该够了。 我今天跟你讲话,你好好听着就可以了,你到时候念到了,你就看见你孩子完全变化了,这个时候你好好感谢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好了。 好,感谢观世音菩萨,感谢财长,这个我想还想问一下,这个孩子,除了这个现在这个灵性,他有没有做过更大的作业? 我看看啊。 这孩子我告诉你好吧,不是太好,为什么呢? 他在天上跟一个人,在阿修罗打斗,打斗之后啊,打斗之后啊,明明是他不对。 结果他最后把人家钉在这个阿修罗的一个山上,这个人就,这个,这个灵性最后就变成一块石头了。 啊,那,他降了晕。 所以你就看,你就看,你就看你这个儿子好了,我告诉你,话不多,有时候出来,我告诉你,蛮厉害的,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啊,他现在,我告诉你啊,有点能力的。 啊,对,很多人都围着他转。 知道了吗? 呵呵,呵,不要乱来啊。 然后他这个,做了这个医疗,怎么能化解呢? 怎么能化解? 解节奏,小房子现在全部都在化解。 就我们要额外给他再去解节奏,是吗? 解节奏一定要念,还有礼佛。 呃,礼佛念多少遍呢? 这能很麻烦,礼佛有着念了,礼佛你就慢慢念吧,每天,啊,五遍啦,左右啦,都可以,一定要念的。 你现在小房子不念礼佛没用的,他不原谅你。 嗯,我每天都是给他念礼佛,而且我是故意念磕头念的。 那你就跟菩萨讲了,希望这些经文你要跟菩萨讲的,能够化解我儿子的愿解就好了。 你这样讲的话,效果啪一下就出来了,马上就不一样了。 好的,好的,就是一直,一直请求化解冤解,一直请求,一直,三大林派这一辈子要不停地给他化解冤解。 怎么一辈子啊,这都化掉了就没了呀。 呃,那比如说让我们礼佛念到多少,比如说多少步的时候,比如一千步还是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在前世座的这个页唱尾下?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现在反正我看到了他把人家弄成石头。 所以我就想起来过去我们小时候看了一个电影,对不对啊? 很多人到了最后就变成石头了,你听得懂吗? 过去,过去不是有很多电影吗? 后来就变成石头了,变成个美丽的传说了,明白了吗? 那变成石头是不是比,比把他杀死还要严重? 那当然了,你把人家钉在那里了,完了,你这用法力啊,你这个就不是一个佛力了,这是一个神力和一个仙力啊,就是人家说,像这种,讲得不好听,就是有一种不正的那种法力了,这种就像人家魔力一样的这么搞人家了,你听得懂了吗? 我明白一点,那这样他能不能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回向给这个人,让他能够解脱,或者是... 他现在,你们帮他念,他自己能,就以后把他带着去放放声吧,要长忏悔,至少要让他长忏悔 师傅,对不起,我们也听见好,至少要让他长忏悔 长忏悔 嗯,明白吗? 就是,他常忏悔,自己好好休息,多做功德 对啊,他很巧,他现在几岁了? 他现在,差三个月六岁 啊,叫他忏悔,在菩萨这里忏悔,忏悔我过去的业障 好吧 好的 我今天教你这个方法,他会突飞猛进了,你等个好消息吧 如果你是像你们,像你讲的,你们夫妻真的是很虔诚的话,你就等着好消息吧 好了 就我许了,我许了大院了,而且夫,我许了大院了 哦,太好了,恭喜你 你自己把这笔账了了,我告诉你,你跟孩子关系 你跟你老婆跟孩子就是,都有特殊关系的 你们现在帮他还债,实际上,你们也欠他的,听得懂了吗? 我以前做一个梦,是我前辈子向他借我钱 而且他杀过人,不是杀过人,杀过一些动物 我不知道这个是,这个梦境是真的,是不是不敢提示我们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现在明白了吗? 现在明白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 欠债还债,欠债还债,欠钱还钱,没办法 好了 我知道,我知道 好的,好的 那他这样子的话,除了诈毁,那他不要伤害的这个人能得到解脱吗? 你说呢,你不要解脱,你不能得解脱,你找我干嘛 我现在教你方法了,你说说看你自己能解脱 就像医生说,我现在教你怎么样能够避开这个病 你自己不好好地看,不好好地遵照医生这么做 你说你有什么解脱啊? 现在没办法 我是说,我是说被他前辈子,被他钉在山下变石头的这个人 他要怎么做能让他能够得到解脱,然后让大家都能解脱呢? 除了忏悔 只有他能够出来,变回,他可以变回的,没办法了 要靠大菩萨,要靠他的大愿力 所以他念到一定的程度,菩萨就会管了 好了好了,不要再问了,好吧? 给人家答案吧 好的好的,师父能再看另外一个吗? 好了好了,没时间了,给你问掉太多了 好了 好,谢谢,师父感恩,师父感恩